美国当代作家保罗·奥斯特的小说《四三二一》 书名《四三二一》听起来好像是倒计时 实际上,讲述一个叫福格森的男孩将自己幻化为四个人 在四个平行世界中,从出生到青年时代 沿着不同的轨迹演化出四重不同的人生成长故事 作者借由四重结构的人生故事探讨人生的可能性 在阅读本书之前,建议大家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你最想改变的是什么? 第二,你相信平行时空的存在吗? 第三,为什么虚构文学小说却能反映现实的世界真相? 第四,人生的每一个细节是不是真的如蝴蝶效应一般有另外一种可能? 本书的作者保罗·奥斯特 村上春树说他是一个文学天才 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评价 他融合了霍桑和卡夫卡,就像是博尔赫斯那样 华盛顿邮报评价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特色而罕见的作家 4321是保罗·奥斯特在沉寂七年,进入古西之年时创作完成的超级长篇 2017年,4321入围当代英语小说界最高奖项,布克奖短名单 2018年,荣获法国外国图书奖 一经出版便成为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波士顿环球报等多家权威榜单上的畅销书 保罗·奥斯特1947年2月3日出生于新泽西纽瓦克 也许国内读者还不是很熟知他 他可是在美国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的大作家 同时,还是诗人、翻译家、电影编剧和导演 他曾和香港导演王颖合导过电影《烟》 荣获1995年柏林电影节英雄奖 他的代表作有《纽约三不共》 《布鲁克林的荒唐事》《幻影书》等 他的作品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 2006年开始,他所有的代表作品几乎都被翻译成中文版 他的小说以多变的形式引起中国读者的广泛关注和热捧 奥斯特的作品融合了荒诞主义、存在主义和悬疑小说等元素 以结构精巧、悬念复杂、充满思辨的故事情节而著称 被视为是美国当代最具创新性的小说家之一 在他的作品中,最常讨论的主题是人生的无常和无限 被文坛誉为穿胶鞋的卡夫卡 奥斯特说,我们所在的世界只是一部分的世界 真正的世界还包括那些本应该发生,然而没有发生的一切 《4321》是一部对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全景式描写的一部写实作品 中文版有着800多页的篇幅 是奥斯特以往任何一本书厚度的三四倍 故事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奥斯特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平行人生的概念,平行的现实 故事的主人公叫福格森 出生于1947年3月3日的新泽西纽瓦克的一间产科病房 巧合的是,奥斯特早一个月,同样出生在此地 《4321》中,四个福格森的缘起从1.0开始 却走上了四种完全不同的人生 福格森一号,家导中落的政治狂热分子 福格森二号,十二岁就意外早逝的优秀少年 福格森三号,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双性恋文艺青年 福格森四号,少年怀有作家梦想的理想主义者 最后,真正成为作家 奥斯特说,在这本书中包含了人类所有的情感 书中有人生的种种悲观 原本奥斯特打算用男主角福格森的名字为小说命名 在奥斯特写了一年半之后 由于2014年,美国发生福格森枪杀黑人事件 导致福格森这个名字 同美国的种族问题和仇恨联系在一起 直到故事写到结尾 假想的福格森一二三号相继死去 福格森四号将重新以自己为伴 挺到最后 于是有了书名4321 在美国社会激荡变革的背景下 四个福格森在美国的不同城镇长大 有着同样的DNA和父母 却有着不一样的生活社交圈 他们彼此如影随形 相互映照 却有着不同的人生遭遇 他们在各自的青春道路上 经历着苦难和蜕变 奥斯特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长大 1969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后 漫游在欧洲 过着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 成名之前的他是一个文艺青年 49岁的时候 他将自己早年的经历 书写名为《穷途末路》一书 被法国世界报评价为 这是一个作家所能写出的 最具独创性 最无畏的自传之一 奥斯特好的作品 来自于他对回忆的创新 过去的回忆 一直都是奥斯特作品的重要主题 《4321》的故事背景 放在60年代的新泽西和纽约 这段成长经历 同奥斯特本人青年时期的经历 有着明显的重合 似乎是他以另一种方式 反思过去 创造性的对形式与风格进行开拓 保罗·奥斯特接受采访时说 《4321》首先是一本小说 书里的所有内容都是虚构的 当然 那段历史是真实的 但角色都是虚构的 书中的角色 有我自身经历的时间信息和地理信息 四个福格森在我长大的地方长大 他们也去了我读书的学校 但从故事的角度来看 这四个不同的家庭和不同的故事 都是我编造的 那些都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这一点十分重要 当然 小说是虚构的 因此他们说谎 但通过这些谎言 每个小说家都试图讲述 关于世界的真相 事实上 奥斯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他所写的虚拟世界 比现实世界还要真实 因此 他自己不认为 《4321》是一本怀旧之书 而是一只奔跑着快速移动的大象 《4321》在并行推进的四个故事版本中切换 通过四个福格森的不同生命轨迹 探究生活的无数可能性 在这种文学想象中 时间可以被延展 创造出无限的自由空间 多重人生的故事结构 形式上并不创新 某种意义上说 同现在的穿越轮回故事结构雷同 福格森分身为四个人 在同一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的生活 因为偶然中的一些不确定因素 分身演化出四种不同的人生境遇 《4321》的故事 解决了大多数人生活中困惑的一个问题 如果在人生选择的某一时刻 不是做了这样的选择 而是做了那样的选择 命运会如何改写 会不会有不同的结局 在文学的演化中 时间永远会分叉 人生有无限的可能性 现实中的人生 你是无法同时走向两条不同的路 我们可以不断回头 却永远无法改变过去 如威尔菲德·内勒斯 在《人生没有回头路》中所说 你的童年就是你的童年 没有任何途径可以改变 唯一可以改变的 就是你如何看待你的生命 你的童年和你的父母 本书一共分为七章 看似多重的故事线 其实作者在章节中 已经做了明确的标记 我将带你走进 福格森四重人生的成长故事中 我们将一起了解 福格森四重人生故事的源起 我们了解了 四三二一的作者奥斯特的人物生平 和他创作四三二一的灵感来源 平行人生的概念和构想 对于平行人生和多重人生的故事 同现在常见的穿越小说的创作上 有异曲同工之妙 即使穿越到过去 也无法改变历史 一如四三二一的故事 四个福格森有着不同的人生成长经历 在不同城镇长大 有着不同的人生境遇 他们都出生在同样的家庭 有着同样的基因 同样的父母 同样的朋友 和相似的成长环境 他们都喜欢阅读 很早就开始写作 然而 他们的人生境遇却完全不同 将陌生的与熟悉的连结 是福格森一直渴望的 还有像最为细致的现实主义者一样观察现实 然而能够创造一种通过不同的 轻微扭曲的棱镜 看待世界的方式 我们一起共读本书第一章的1.0 我将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解读本书的故事 建议在阅读前思考以下问题 为什么说荒年恶不死守艺人 我叫阿琪·埃萨克·福格森 出生于1947年3月3日 新泽西牛瓦克的一间产科病房 在我出生之前 我的母亲路斯 就和我的父亲斯坦利 为我取好名字 阿琪是我母亲叔叔的名字 埃萨克则是取自我爷爷的名字 听我母亲路斯说 我爷爷是穿着缝在衣服里子里的一百卢布 徒步离开家乡明斯克 订了一张中国皇后号的船票 在狂风暴雨的冬日横跨大西洋 在1900年的第一天到达纽约港 那年 爷爷埃萨克·列兹尼科夫只有19岁 英语对他来说还是一门外语 在接受移民官审查前 爷爷向一个俄国的犹太同胞请教 那个人告诉爷爷说 别再想叫列兹尼科夫了 这个名在这儿对你没好处 你需要起个美国名字 来开始你在美国的新生活 要有正宗的美国味 移民官问你名字 你就告诉他们说 你姓洛克·菲勒准没错 经过几个小时等待 终于轮到爷爷接受审查时 已经疲惫不堪的移民官问爷爷 叫什么 也许爷爷当时太紧张 一时忘了俄国同胞叫他的名字 居然脱口用异地叙语回答说 我忘了 因为异地叙语中的我忘了 与伊卡伯德·弗格森的发音相同 于是移民官将爷爷名字登记为 伊卡伯德·弗格森 从此 爷爷用这个名字 开始了他在美国的生活 刚到美国的爷爷生活非常辛苦 他不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人 只是一个有着荒唐名字的西伯来人 肩膀宽厚的擒杂工 靠着自己一点闲不住的脚 在曼哈顿 布鲁克林 巴尔蒂摩 查尔斯顿 德卢斯和芝加哥到处碰运气 他做过码头工 游轮上的水手 流动马戏团的训兽师 开过卡车 当过夜班警卫等等 不管爷爷怎么努力 挣到的钱 还是只有分分毛毛 生活依然过得捉襟见肘 勤劳工作 也无法摆脱贫困生活的爷爷 26岁后才结婚 我奶奶叫范妮·格罗斯曼 为爷爷生了三个健康强壮 帅气的儿子 我的父亲斯坦利 是他们最小的儿子 我的大伯叫卢伊斯 二伯叫阿诺德 爷爷在42岁那年 意外因年早逝 当时爷爷受雇 在芝加哥一家皮革厂 做夜班警卫 1923年3月7日晚上 仓库遭到持枪抢劫 爷爷中枪身亡 赤贫如洗的爷爷 留给奶奶和父亲伯父的遗产 只有那些他移民来美国 四处闯荡 漂泊的经历故事 也许这些故事的价值 并不比金钱差 但是在当时 我奶奶范妮看来 是一文不值的 爷爷去世那年 大伯卢伊斯14岁 二伯阿诺德12岁 父亲斯坦利 只有9岁 奶奶范妮 受娘家亲戚之邀 从芝加哥 搬到新泽西的牛瓦克市 独自带着三个儿子 在新泽西生活的奶奶 日子过得非常艰辛 奶奶去世的时候 我还不到两岁 听母亲说 奶奶是个喜怒无常的人 常常会莫名其妙地 大发脾气 或者像孩子一样 嚎啕大哭不止 我的堂哥和堂姐们 如果调皮捣蛋 就会被奶奶 拿起条皱追着打 奶奶还喜欢撒泼耍横 和人讨价还价 堵在当地一些店铺的门外 对于奶奶到底在哪里出生 家里没人知道 听说奶奶是孤儿 14岁的时候来到纽约 在一间连窗户都没有的阁楼里 做了好几年的帽子 嫁给爷爷后 依然过着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日子 爷爷死后 并没有什么技能的奶奶 只能在家里干些帮人洗衣服 缝缝补补的活 多年后 当我听到母亲说起奶奶的经历 似乎能理解 奶奶脾气暴躁的原因 在那样一个时事为奸 贫穷的威胁 就像一场让人难辨东西的浓雾 弥漫在公寓的每一间屋子里的 时代背景下 对贫穷的恐惧 让奶奶总结出阴暗的存在论 要么工作 要么挨饿 要么工作 要么无家可归 要么工作 要么死掉 在奶奶的小世界里 只有人人为人人 不然 一无所有 因为童年贫穷的经历 我的父亲斯坦利 人生的宏图大志 就是成为百万富翁 成为一个洛克菲勒 一样富有的人 父亲在遇到母亲露丝之前 是无意结婚的 他只想把经历 花在如何将自己的小生意 变成大生意上 父亲斯坦利 非常有生意头脑 他在1932年 开的收音机维修小店 经过几次重整和扩张后 发展成为春田大街上 一家大型的家具家电商场 在那个时候 父亲开始运用 现代美国零售业的 种种套路和噱头 比如 分期付款 买二赠一 半年度清仓大甩卖 新婚夫妇咨询服务 和国旗日特价活动等等 1943年的父亲 虽然还没有成为 像洛克菲勒一样的大富翁 但是他的收入 一直在稳定增长 在十月某一天的晚上 遇到母亲露丝后 父亲有了结婚的想法 非常有把握 未来 好日子 还在后头 我母亲露丝非常漂亮 我的外族父母和爷爷一样 都是美国新移民 比起爷爷一家 母亲家族对美国的融入 要更好一些 我的外族父母说话 没有一丝的外国口音 操着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语 他们在美国后 没有穷到食不果腹 万念俱灰的经历 同时移民到美国 过着两种不同生活的原因 我想 因为母亲露丝的父母和祖父辈 在移民到美国前 都是有一项首艺的人 用我们中国民间的古话说 就是 荒年恶不死首艺人 母亲在迪特律的爷爷是裁缝 在纽约的外公是理发师 裁缝和理发师 虽然不是让人走向成功 和富有之路的技能 却可以提供稳定的收入 能让妻儿可以吃得饱 穿得暖 我母亲露丝是个摄影师 虽然母亲从小生活不愁吃穿 读书成绩也拿得出手 但是母亲有一个太优秀的姐姐 就是我的姨妈米尔德里 姨妈米尔德里 在学习上不仅刻苦努力 她还拥有超乎寻常的智力天赋 这让母亲露丝觉得 无论她在学业上怎么努力 都无法和姐姐相比 如果她想拥有一点幸福 那么她必须闯出一条 和姐姐不同的路 母亲找到的解决之道 就是工作 通过赚钱 自己养活自己 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14岁的母亲 在姨妈米尔德里 躲在书堆里出不来的时候 申请成年人雇佣证明 出来工作 在1943年10月的某一天 遇到父亲之前 母亲已经在一位名叫 伊曼牛尔·施奈德曼的 肖像摄影师手下 工作两年了 施奈德曼是一位 链鱼花甲的老人 当她发现母亲从第一天 来照相馆工作 便悉心观察她如何工作后 便将母亲 升为学徒兼助理 在认识父亲前 母亲有一位深爱她的恋人 叫做戴维·拉斯金 如果不是因为1942年的战争 夺走了戴维的生命 让母亲永世所爱 也许她永远不会和父亲 斯坦利相遇 她决定嫁给父亲的因素 很复杂 21岁的母亲 在普遍18、19岁 就结婚的时代背景下 不想继续单身下去 当时已经30岁 在事业上小有成就 又非常爱她的父亲 似乎是一个不差的选择 1944年4月6日 在同盟国进攻诺曼底的前两个月 父亲斯坦利和母亲路斯结婚 据说 母亲在生我之前 连续流产了三次 当母亲第四次怀孕后 她变得特别小心 为了我能顺利地出生 母亲放弃工作社交 决定把自己软禁在家七个月 专心养胎 为了让母亲在家养胎期间 不至于无所事事 我的姨妈米尔德里 建议我母亲路斯 在这段时间 让自己的脑子动一动 趁机好好补补 对母亲说 读点书吧 路斯 开始提升一下你自己 这是你的机会 如果你需要帮助 我很乐意效劳 博学的姨妈 为母亲列了书单 全部都是优秀的小说 经典的作品 比如 夜色温柔 傲慢与偏见 名利场 呼啸山庄 包法力夫人等等 正是这些书 充实了母亲 整个孕期的生活 如今 已经成为作家的我 忽然有个想法 如果说 世界是故事组成的 假如回到故事的起点 我是否会成为 另一个自己呢 我们了解了 福格森家族的 缘起和来历 我们将一起走进 福格森一号的人生故事 伯尔赫斯说 因为时间永远分叉 通向无数的将来 奥斯特用非现实的写法 把陌生与熟悉的东西 结合起来 像忠实的现实主义者那样 密切地观察这个世界 然后通过另一个 微缩变形的镜头 创造出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 不变的主人公福格森 同是生活在 牛马克郊区长大的 犹太男孩 他们生活在 同样的历史中 不同之处在于 他们长在不同的城镇 进入不同的学校 经历不同的爱情 因为每一次选择的不同 而经历四种不同的人生 他的父母和恋人艾米 也同样过着四重生活 我们将继续共读 奥斯特的《四三二一》 走进福格森一号的人生故事 阅读前建议思考以下问题 人生漂浮在偶然性之中 有没有那么一瞬间 你发现了 自己另外四分之三的人生呢? 我的母亲叫露斯 是一个摄影师 我的父亲叫斯坦利 是家具电器卖厂的老板 当我还在睡梦中的时候 父亲就已经出门 偶尔会回家吃晚饭 大多数时候他回家 我已经睡觉了 母亲说 父亲每天早出晚归 是去上班 男人长大后都要上班 只有工作赚钱 才能给老婆孩子买东西 小时候 我还不太明白 钱是什么东西 觉得只是一张张 又小又脏的纸片 却可以换来汽车和房子 这么大的东西 大概在我五岁前 我们家住在纽瓦克 一个叫做蒙特克莱尔的地方 那所房子 比我们后来住的公寓 大很多 家里有两辆车 父亲是蓝色的德索托 母亲是绿色的雪佛兰 而我则有36辆玩具车 除了和父母的小家之外 我还有两个另外的家 一个是父亲的家 在新泽西的福格森家 一个是母亲的家 在纽约州的阿德勒家 父亲的家里有两个伯母 两个伯父 五个堂兄堂姐 母亲的家里有外婆 外公 姨妈米尔德里 还有叔祖母珀尔 和她两个长大成人的双胞胎 贝蒂和夏洛特姨妈 我最喜欢二伯父家的弗兰西堂姐 她是我在新泽西家里最喜欢的人 有时候父母外出看电影 或是去别人家参加聚会的时候 就会叫弗兰西堂姐来家里照看我 母亲有姐姐米尔德里 父亲也有卢和阿诺德两个哥哥 我也很想有个兄弟 似乎想要哥哥这个愿望 已经不可能实现 我想要有个弟弟也行 或者姐姐妹妹凑合 没人玩的时候 我常常觉得很孤单 在我不到五岁的时候 为自己假想了一个兄弟 那个时候我已经明白 世界有两个领域组成 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而且看不见的东西 常常比看得见的那些更真实 我上一年级之后 母亲在蒙特克莱尔闹市区 开了一家照相馆 叫做玫瑰园照相馆 我是母亲照相馆的模特 母亲把我的肖像 做成一个巨大的海报 展示在照相馆陈列窗 我一下子成了蒙特克莱尔里 最出名的六岁孩子 母亲照相馆的代言人 然而 1954年棒球世界大赛后 我的大伯父卢赢得球赛赌局 只用200元的赌注 赢得6万美元的巨额财富 大伯父卢和大伯母米利 兴奋地在家里开了派对庆祝 就在庆祝活动结束 父亲开车回家的路上 我听到母亲向父亲抱怨 大伯父欠他们的钱还没有还 怎么有脸把钱拿出来挥霍 带着怒气 说一些尖酸刻薄的话 刚开始父亲还很平静 后来父亲对着母亲大吼大叫 让母亲闭嘴 还说 钱是大哥卢的 他不欠我什么 他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父母吵架 这次吵架后 让我隐隐感到 世界上有什么根本性的东西 已经发生改变了 1955年感恩节后没多久 父亲的仓库被盗了 这让本来就少言寡语的父亲 变得更加一言不发 还常常走神 好像心里藏着什么痛苦的事情 不愿与人分享 母亲告诉我 父亲有一个艰难的决定要做 因为父亲仓库被盗 警察查出来是坚守自盗 而这个坚守自盗的人不是别人 而是父亲的两个哥哥 父亲现在要么撤案 撤保 要么送二伯父阿诺德去蹲监狱 父亲最终还是决定 撤掉了案子 一周后 二伯父和二伯母穷搬到洛杉矶 两个月后 大伯父卢 在开着他的凯迪拉克 在花园州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 死在送往医院的路上 就这样 父亲辛苦半辈子经营的三兄弟家电卖场破产 福格森家族也从此四分五裂 虽然二伯父的背叛给父亲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父亲身上还是有某些好的变化 就是和母亲吵架没那么多 家里的紧张气氛也缓和了不少 父亲小门店的钱赚得不如三兄弟时候多 而我现在和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却变多了 周末时候还常带我去打网球 我的姨妈米尔德里和亨利姨父 没能满足我想要一个表弟的愿望 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原因没有要自己的孩子 米尔德里姨妈将她对孩子的爱 似乎都倾注在了我的身上 她一直和我保持联系 非常关心我做什么 想什么 读什么 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有给我送礼物的习惯 她给我买的礼物通常都是书和唱片 也许她不相信我的父母能给我知识上合适的引导 将我从蒙昧的生活中解救出来 姨妈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 而她让我阅读的作品成为我人生的大幸 16岁那年 在家里组织的一次聚会上 我认识了大我两个月的艾米·施奈德曼 她是母亲以前老板 伊曼·牛尔·施奈德曼的小儿子 丹尼尔的女儿 年龄相仿的我们一见钟情 此后每个周六我们都会见面 还趁艾米父母不在家的时候 偷偿禁国 有了肌肤之亲 那个周末 我和艾米一起坐在沙发上 看约翰逊总统的就职宣誓 当新闻中 想起魏肯尼迪总统送葬的晚歌时 艾米哽咽不止 1964年的美国 18岁就可以结婚 两个未婚的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 不但被禁止 而且会被当成丑闻 为了创造和艾米单独在一起的机会 我带艾米和唐姐弗兰西一家出城游玩 当弗兰西唐姐发现我和艾米 晚上偷偷在阁楼上做爱之后 非常生气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 怒气冲冲地指责我是个渣男 辜负她的信任 让我赶紧带着不知羞耻的女朋友一起走 我没有注意到 唐姐的情绪已经失控 就在我对她大喊停车的时候 车已经砰的一声撞到树上 在这场车祸中 我的两根手指 拇指和食指被挡风玻璃割掉 我明白 应该为自己能活着感到庆幸 可是我已经残废了 我不再是功能健全的人 那些有两个拇指 可以轻易就完成的操作 比如系鞋带 扣扣子 用刀叉切食物等等 这些我都要重新学习 最让我感到恐惧和害怕的是 艾米不再爱我了 还有我钟爱的棒球 以后我永远也不能握住球棒了 在我住院期间 父母都赶过来陪我 对我呵护备质 艾米也在放学后来看我 细心备质地照顾我 告诉我说 这些伤口是我遭遇一切的记忆 因为还活着 现在我们还在一起 这些伤口是我生命的痕迹 它并不觉得我断指的手恶心 艾米考上巴德纳学院 我考上哥伦比亚大学 我和艾米终于可以在同一个城市纽约了 在我18岁生日的前三个月 我找到一份在蒙特克莱尔时报做记者的工作 我忽然找到了人生的使命 一件可以在慢慢人生路上坚持的事 在这之前 我从来没有想过去报社工作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文人 未来要著书立说 成为小说家或是剧作家 我的理想是当一个诗人 车祸后 我开始变得越来越没有自信 上大学后 我和艾米在纽约过上同居的生活 我和艾米虽然一直有分歧 但我们仍然彼此相爱 艾米毕业前 我们发生了一次争论 艾米认为我不愿意和她一起跳进革命的火山 是一个思想落后的反革命自由派 一个悲观主义者 我认为我和艾米本质的区别在于 艾米是信徒 而我是不可知论者 1968年5月4号 艾米提出了分手 她说她要毫无顾忌地 去加利福尼亚继续参加政治运动 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 毕业后 我在纽约的罗切斯特的联合时报 做了记者 1971年9月8号的晚上 一起大火吞噬了我的房子 24岁的我在睡梦中死去 如果父亲没有破产 如果我没有遇上大火的意外 我的人生会不会不同呢 我们了解了福格森一号的人生故事 他的父亲斯坦利虽然破产 却因此变得有更多时间陪伴他和母亲 福格森一号因为车祸失去两根手指 变得缺乏自信 放弃爱人艾米和成为诗人的梦想 成为一名职业记者 24岁那年 准备迎接新的爱情的福格森一号 死于一场意外的大火中 奥斯特说 当一个人有幸生活在故事之中 生活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 这个世界的悲苦也就消失了 让我们期待 走进开放 坚强 最具潜力的男孩 福格森二号的人生故事 阅读前 建议思考以下问题 为什么说现实人生中 总有很多意外 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 哪一个先到 在我六岁的时候 母亲露丝跟我讲 曾经差点失去我的事情 还隶属了我人生 无数的小意外和灾祸 比如 我吃牛排时 没嚼碎被噎住 半倒在石头上 撞破脸 缝了十一针 眼睛被蜜蜂遮了 肿到睁不开 去年夏天游泳的时候 被堂哥安德鲁 摁在水下差点淹死 母亲之所以 隶属六岁前一系列的 小灾小难 就是为了告诉我 无论受什么伤 最终都会好起来的 因为我三天前 从后院的橡树上掉下来 摔断了左腿 我问母亲 腿上的石膏 什么时候可以拆 母亲给了我一个 不确定的答案 说 一个月左右 想到一个月不能走路 我感到很郁闷 最让我心烦的是 这本是不该发生的事情 如果不是查其挑唆我 我怎么会去爬树 不爬树 我又怎么会摔下来呢 说到底 还是只能怪我自己 承认自己的错误 和认为意外是无法避免的 是两回事 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愚蠢 明知道自己再怎么努力 也够不到上面的那根树枝 还要继续往上爬 唉 如果那根树枝再近一点点 我就够上了 就不愚蠢了 想到这里 我脑子里有一个奇怪的想法 想象同一个地方 我可能会遇上不同的事情 同一个我 住在不同的房子里 有一棵不同的树 同一个我有不同的父母 同一个我有相同的父母 但父母做的事情 和我现在父母做的不一样 如果我从同一个树上掉下来 不是摔断一条腿 而是两条呢 如果两个胳膊和两条腿 都摔断了呢 如果我摔死了呢 一切皆有可能 事情是这种结果 并不意味着 它们不可能有另外一种结果 一切都可能不一样 而我现在只能打着石膏 躺在床上一个月 想到自己从树上摔下来的愚蠢 我觉得自己必须马上改变现状 行动起来 我想起幼儿园班的 德伦奎斯特小姐说过 等我们上一年级的时候 要学习读书写字 我等不到明年 不想躺在床上 过一个浑浑噩噩的暑假 如果我想改变现状 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只有读书写字 是我现在能够迈出的第一步 我不知道世界是否有公正 如果有的话 一定会有一个人出现 对我施以援手 助我摆脱目前的困境 当老天爷给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 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就在周末 我的元首以外婆的模样出现了 星期天 外公和外婆开着车 来到我们在西奥兰的家里做客 住在我隔壁的房间 外婆和外公会在家里住一个月 在这之前 对外婆我只有一些朦胧的印象 虽然和善亲切 但又特别安静和少言寡语 很难和他亲密起来 和外公外婆在一起的时候 我更喜欢闹腾有趣的外公 因为腿上打着石膏 不能和外公一起出去玩 只能求助外婆 外婆懂得一切读书和写字有关的东西 当我问外婆愿不愿意帮我的时候 外婆欣然同意了 对我进行系统又全面地指导 他先测试了我现有的知识水平 为我制定了相应的学习计划 每天早上90分钟拼写 午饭休息 下午90分钟的阅读 休息一会儿 下午茶后45分钟的朗读 为了在外婆走之前 把自己变成一个语意丰满的读者 我每天用意念 逼着自己去理解和接受 外婆教授的新知识 一旦我学会 就再也不会忘记 在外婆的帮助下 我还给一年多没见面的 远在芝加哥一所大学 做教授的姨妈米尔德里写信 写信的过程中 因为一些词汇的用法 我和外婆发生了分歧 我觉得 信是我给姨妈的 所以我想写什么 就写什么 外婆问我说 你永远不会让步 对不对阿琪 我反问外婆 既然我是对的 我为什么要让步呢 我们把信息好 封上不久 母亲突然提前回家了 一脸灿烂笑容 挥着手对我和外婆说 我找好照相馆的门面了 地点在蒙特莱尔 离西奥兰非常近 地方也足够大 可以容纳所有需要的东西 9月1号就可以开工了 照相馆的地址是确定下来了 但是名字还没有想好 是叫露斯照相馆 还是福格森照相馆呢 母亲脑子快想僵了 也没想好一个合适的名字 于是我问母亲 父亲第一次带她去跳舞的地方 叫什么 我记得好像有玫瑰这个词 你和我说过 你和父亲在那儿玩得很开心 母亲说 玫瑰圆 我随即问母亲说 玫瑰圆照相馆怎么样 这个我喜欢 母亲说 于是母亲照相馆的名字 玫瑰圆照相馆 就这么诞生了 就在那天晚上 父亲的三兄弟世界家具店 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 我早上醒来 看到母亲眼里含着泪水 一脸惊慌失措的样子 当她走过来抱着我的时候 我感到很害怕 不仅仅是因为父亲的商店被烧 我们失去了生活的经济来源 而是可能要搬到救济院 以后的日子 只能是粗茶淡饭地活下去 更让我害怕和担心的是 我意识到母亲并不比我坚强多少 就像我从树上摔下来受到伤害一样 母亲也会被飞来横祸伤害到 母亲除了比我们大一点之外 在面对伤害上 其实母亲和我一样 是一个容易被悲伤和绝望俘虏的脆弱的人 母亲抱着我说 你父亲真的太可怜了 一辈子用来发家的店 每天工作 工作再工作 到头来一把火 就什么都没有了 二十年的辛苦 瞬间化为一堆灰烬 我茫然地看着母亲 不知道如何回应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 别担心 没事的 你父亲有投了火灾保险 我们不会怎么样的 只是运气不好而已 以后还会好起来的 你明白吗 阿琪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算是安慰母亲 自从外婆教会我读书写字后 我就有了每天看报纸的习惯 在我看来 报纸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1958年1月13号 在我快11岁的时候 在母亲路斯的帮助下 我出版了第一期 《十子路改革报》 作为新生报纸创刊和发行人 我在首页设评中宣布 《改革报》将会竭尽所能报到事实 不计代价提供真相 我将《改革报》设计成为一份真正的新闻报纸 从四行讽创则短文到两三栏的专栏报道都有 内容上除了我喜欢的体育运动 棒球队的报道 还有别的故事 比如走失的宠物 被风暴毁坏的电线杆 交通事故 总统的健康状况 以及我家族成员的一些近况短消息 就在我前两期的报纸《风靡全班》成功出版后 我还没来得及享受成功的喜悦 就不可避免地遭受到被全班同学排斥的麻烦 原因是 我的努力和勤勉 给同学们造成一种 难道福格森是个勤奋进取的人 我们不过是懒惰无用的蠢货的感觉 在班上 我一下子变成孤家寡人 没有男生愿意成为我的朋友 父亲和母亲几乎把所有的心思放在工作上 我只能把在学习中遇到的各种麻烦放在心里 我开始沉浸在创作和阅读中 我觉得写作跟数学和科学不一样 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写 如果我的创作方式是最好的方式 我就可能写出一本好书来 虽然我还不确定自己到底更喜欢什么样的创作方式 但是觉得每一本经典小说的创作方式都应该是好的方式 所以我应该多阅读不同的书 想到还有几百本上千本的书我还没有读就很开心 然而我的人生却在1960年8月10号那一天画上了句号 那天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 我想在暴风雨中去疯狂一把 成为暴风雨的一部分 13岁的我 为自己能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感到欣喜若狂 在雷鸣电闪的暴风雨中 我冲进一片树林 我以为没有携带任何金属物品的自己是安全的 我不会被闪电劈倒 却被一根从树上掉下来的树枝狠狠地砸中了 意外和明天 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来 人生如梦 把握当下 莫富时光 莫富急 我们了解了福格森二号的人生故事 一个只活了13岁 敢于坚持自己立场与群体作对 受到排斥和攻击 坚持不屈的男孩 作者奥斯特认为 他是最有潜力去做了不起事情的一位 可惜他没有活到 让我们去见证这一点的那一天 人生充满了无数的意外 你不必因为一个意外和悔恨而遗憾终身 人总要在各种意外中学会成长 福格森二号的人生故事到此结束 福格森三号会有怎样不同的人生呢 我们将继续共读奥斯特的四三二一 走进福格森三号的人生故事 阅读前建议思考以下问题 面对人生的重大变故 该如何应对 1953年11月3日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 突然的一场大火 夺去了父亲的生命 我清晰地记得父亲早上出门前对我说 今天会很冷 阿琪 出门上学时要记得微微惊 我在完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 失去了父亲 在这之前 我的人生是幸福顺遂的 我爱我的父母 我也能感受到他们的爱 我的母亲露丝是个摄影师 在镇上最繁华的主街上 经营着玫瑰园照相馆 父亲经营三兄弟世家的家具店 工作非常的忙 偶尔才会有时间陪我和母亲 我很确信 我知道我的父亲是谁 虽然他平时沉默寡言 但是我知道 父亲是爱我和母亲的 正是因为父亲的努力工作 才有了我和母亲安逸 稳定 富足的物质生活 在这场大火前 我的童年 几乎没有受过什么苦 也没有经历过 什么精神上的磨难 原本我可以成为 二十世纪美国少年的标准样本 健康 正常 智力中等偏上的孩子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 夺去了父亲的生命 也将我逐出了童年的伊甸园 我的人生 从此划向了另一条轨道 父亲去世之后 母亲搬离了新泽西 住到纽约第八十三街 和八十四街之间的 中央公园西路的一所公寓 母亲在搬离之前 变卖了在米尔本的玫瑰园照相馆 加上父亲人寿保险 免税赔偿的二十万 我和母亲在纽约 依然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可是我再也见不到父亲了 假如真的有天堂 而父亲真的去了哪里 有没有可能正在低头看着我 看着我正坐在课桌前发呆 胡思乱想 可是这又能怎么样呢 我想听父亲说话 父亲从来都是少言寡语 是一个善于用简短的话 回答场问题的艺术大师 我喜欢听父亲说话的声音 悦耳又温和 可是我再也无法听到父亲说话了 我内心的忧伤是那么大 那么深 就算把全世界最大的海洋 倒进我心海 也无法淹没我心中的忧伤 以后我该如何面对未来的人生 此后的很长时间里 我一直生活在一种 错觉的魔咒之中 对我来说 世界已经不再真实 里面的东西只是虚假地复制了 世界本应该如此的样子 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 都不应该发生 在纽约安顿下后 母亲开始为我找学校 1953年的纽约 已经变成了一个更可怕 更危险的城市 黑帮少年揣着弹簧刀和自制手枪 在西区的大街小巷到处乱窜 因为波哥黎各移民的涌入 哥伦布大街和阿姆斯特丹达街 比战事更脏 更穷 更乱 人行道上散发着一种不同以往的气氛 只要踏出家门 就能感受到危险与混乱的暗流 为了我的安全 母亲将我送到纽约最好的私立学校 西利亚德南校 米尔德里姨妈告诉母亲 西利亚德是全纽约最好的学校之一 在入学之前 我并不知道我的新同学 是全美最富有的一群男孩 纽约的富贵子弟 而我是唯一一个住西区的学生 虽然新同学并没有对我不友好 也没人欺负我 但我依然觉得 自己在学校是不受欢迎的对象 自从父亲去世后 我一直认为 自己生活在一个上下颠倒的宇宙之中 里面的一切都是相反的 白天等于黑夜 希望等于绝望 强势等于弱势 不管在什么事情上 我只能被迫失败 不能成功 我故意不好好考试 考试倒数 学校通知母亲 再给我一年时间来证明自己 如果我的成绩还是不能扭转 那只能助我好运 另找学校了 其实并不是学校的问题 不管母亲将我送到哪个学校 我都不会过得好 我始终无法接受 父亲永远离开我们的这个事实 我用尽一切办法 想知道 为什么上帝不再和我说话了 自从母亲在十一月的那个清晨 对我说 阿琪 你的父亲死了 突然之间 一切都变了 一直以来 我遵守上帝的戒律 永远不骗人 不偷窃 不生嫉妒之心 敬爱父母 好好学习 不惹麻烦 只要我时时刻刻 遵守上帝的指示 上帝就会保佑我诸事顺利 上帝欺骗了我 杀死了我的父亲 伟大的神灵 再也不值得我相信了 多年后 我问母亲是怎么挨过父亲 刚过世那段时光的 母亲说 阿琪 我勇敢地想男子汉 你是我的靠山 我的支柱 在好长一段时间里 你是这世上 我唯一觉得真实的人 我不用再睁眼的每一分钟 去想牛瓦克的火灾 要是没有你 我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 阿琪 我还有什么活着的理由 我还能怎么继续 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 在浑浑噩噩一段时间后 母亲在摄影中找回了自己 主动回到现实生活中 她带着我四处乱看 抛弃了一流人像拍摄 所需的细致入微的掌控 转而用一种抱着 不管发生什么 用开放的心态 去迎接不期而遇 母亲拍摄人像时 善于捕捉照片中 人的内心 大多数摄影师 并不能做到这一点 母亲开始变得非常忙碌 不仅为杂志和出版社 做商业拍摄 还会忙一些自己的项目 我十二岁那年 母亲再婚 嫁给一个叫做 吉尔伯特·施乃德曼的男人 吉尔伯特比母亲年长八岁 是将会母亲摄像的 照相馆老板 施乃德曼的大儿子 母亲在1943年 认识父亲之前 就认识继父了 我一直害怕母亲 被某个有嘴滑舌的 小丑勾走 不过 继父吉尔伯特 看起来还是挺可靠 是那种值得信任的人 我相信 母亲的再婚 不是盲目的冲动 吉尔对我非常和善 是纽约先驱论坛报的 月评主笔 虽然总是公务缠身 但只要有空 还是会给我讲故事 吉尔和父亲不一样 父亲除了在 安地斯山脉绝经 或是在非洲捕猎大象的 荒唐室外 很少有别的故事可说 但是吉尔讲的都是真事 我喜欢听吉尔 给我讲述他在都柏林长大的故事 我一直以为都柏林 是希特勒地狱的首都 是地球上最邪恶的城市 吉尔告诉我 在1921年前的都柏林 并不是我认为的那样 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那儿不是的 正是因为战争 让德国的犹太人离开故土 移民散落到欧洲的各个角落 母亲的再婚 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 就是让我认识了 艾米·施奈德曼 她是继父吉尔哥哥的女儿 大我不到一岁 我叫她堂姐 艾米的主动到访 开始了我们的友谊 我一直以为 我和艾米实际上 并不是堂姐弟 1961年 暑假还没结束 艾米就不再喜欢我了 她说我太不成熟 缺乏社会责任感 和我在一起 没有什么有意义的话题可以聊 认为我太懒 做男朋友实在太差劲 和艾米短暂交往的结束 让我变得怅然若失 在高我一年级男生 安迪的引诱下 我成为双性恋者 之后做了很多荒唐的事情 从图书馆偷书 卖钱到西82号的小妓院 去找妓女 因为偷书 我被抓到警察局 学校对我进行停课的处罚 我告诉母亲和吉尔 我不打算上大学了 在吉尔吉尔的帮助下 我去了巴黎 开始了全职写作生活 二十岁那年 我的写作生涯 开始慢慢进入正轨 准备开始写 安妮·弗兰克 在好莱坞 在吉尔的鼓励下 我想写电影 对儿童的影响 尤其是好莱坞电影 不光是对美国儿童 还有对世界儿童的影响 上帝没有给我时间 完成这部作品 一辆飞驰而过的汽车 撞到我的身上 直接将我泡到天上 面对人生突如其来的 打击变故 要能勇敢地面对一切 面对不幸 你是悲观地看到死的破镜 还是乐观地看到生的转机 我们了解了福格森三号的人生故事 人生并非永远一帆风顺 我们应该对生活中 随时可能出现的挫折和磨难 做好准备 你若不能破茧成蝶 那可能就会被困死茧中 假想的福格森们 会一个接一个死去 就像阿提·弗德曼死掉那样 但只有在他学会爱他们 就仿佛他们是真的一样之后 才会死去 只有在一看他们死去 他就觉得无法忍受时 才会死去 接着 他将重新与自己为伴 成为挺到最后的人 书名就这样有了 四三二一 福格森三号的人生故事 到此结束 福格森四号 会有怎样不同的人生呢 我们将继续共读 奥斯特的四三二一 走进福格森四号的人生故事 阅读前 建议思考以下问题 为什么说 文学可以提供人生的 不同可能性 我对自己说 上帝无处可寻 但生命随处可见 死亡随处可见 生者与死者 被加在一起 一直以来 即从我懂事开始 我就有一种感觉 觉得走或没有走的路上 那些分岔口与平行道上 全都有同样的人 在同一时刻走着 看得见的人 和影子般的人 现在的这个世界 只是一部分的世界 因为真正的世界 还包括那些 本可能发生 但没有发生的事 某条路和别的路之间 并没有好坏之分 只活在一具躯壳中的痛苦 就是无论在哪个时刻 我都只能走在一条路上 虽然本来 有可能走另外一条路 去往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完全相同 也有所不同 四个男孩 有同样的父母 同样的身体 和遗传DNA基因 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房子里 不同的城市 有着各自不同的际遇 在人生不同际遇下 四个男孩朝着这边 或者那边转向 随着故事的发展 他们的人生开始分叉 从童年到少年 再到青年 成为越来越不同的人 每一个都有自己的 独特的人生道路 但他们仍然是同一个人 三个想象出来的自己 然后再把我自己扔进去 作为第四号 成为故事的讲述者 在1961年多事的夏天 在天堂夏令营 我亲眼看到阿提·福德曼 在我眼前闭上眼睛 毫无征兆地死去 官方公布死因 脑洞脉流 福提曼在给家人的信中 说我是他这辈子 交过最好的朋友 如果他有个亲兄弟 应该就是我的样子 而我对他的感觉 也是一样 那个夏天过去之后 我开始写我人生中 第一个短篇故事 脚底的伴侣 我觉得一定是 福提曼起了什么作用 让这个故事 忽然从我脑子里冒了出来 好像福提曼 一直陪伴在我身边一样 而我也像爱自己一样 爱另外三个 我自己创作出来 平行于这个世界的自己 就像爱福提曼一样 1968年4月6日 就是马丁路德金 遇刺后的两天 我的父亲斯坦利 因心脏病突发 意外去世之后 我强烈意识到 自己必须 为他们写点东西 读小说 是我人生的 基本乐趣之一 无论是读还是写 都不可能是英雄行为 从我15岁开始 在迈向成年的征途中 我对未来抱有的 唯一雄心 就是成为 自己人生中的英雄 我的个性 受母亲路斯影响比较大 母亲路斯是个肖像摄影师 父亲是个有钱的商人 在他死之前 已经拥有七家电气连锁店 九岁的时候 搬到枫叶镇 一所更大的房子后 我开始意识到 父亲越来越有钱 相信父亲会越来越有钱 我认定父亲的富有 既是好事 也是坏事 外婆之前跟我讲过 钱是一种必要的恶 大家都需要钱 才能活下去 钱多 总比钱少好 但另一方面 为了赚更多的钱 人必须要投入 大量的时间 去赚钱 远远超过必要的时间 我的父亲就是这样 他拼命地经营 他的电气商业帝国 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以至于 我很少能够见到他 父亲每天早上 六点半出门 晚上到十点 或是十点半才回家 父亲在赚钱上 投入了太多时间 多到一周 有六天 基本是见不到他的 唯一能够见到父亲 是星期天 那一天 通常父亲和母亲 都有自己的安排 我能够和父亲 单独相处的时间 也极少 对于父亲的忙碌 我多少是有些 痛恨和生气 我开始观察和研究 身边同学的父亲 研究男性 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 我发现 虽然我住的房子 比同学布朗斯汀 和索罗门家要大 父亲的车子 比他们家的要好 但是他们的父亲 和我父亲的差别是 我的父亲 是将生活 服务于工作 他们 是工作 服务于生活 我还注意到 父亲经常看母亲的样子 眼神是呆滞的 好像除了他脑子里 想的东西外 看不到任何事情 人还在 但同时也不在 因为心离开了 在九岁的我看来 造成父亲这样的原因 不是钱太少 或是钱太多 也不是他做了什么 或者没做什么 不是买了更大的房子 或是更贵的车 而是野心 父亲完全被 个人的野心所占据 因为野心 意味着永不满足 永远渴望更多 始终在向前推进 因为没有什么成功 能够消除他对新的 更大成功的渴望 能够平息他的冲动 让他不去把一家商店 变成两家 再把两家变成三家 生意人为了发财 需要精神上的专注 和目标的专一 对父亲的幻灭感 让我开始越来越留意 其他的父亲 和他们对待子女的方式 1956年搬家后 我们开启了 更气派的生活时代 父亲的家电商店 多了两家分店 母亲结束了 独立艺术家生涯 关掉了玫瑰圆照相馆 虽然房子越来越大 家里也请庸人 每周有五天 来收拾房间和做饭 但是 和貌神和离的父母 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让我觉得忍无可忍了 我想去一个不是家的地方 考验一下自己 我提出去寄宿学校的想法 被父亲和母亲一致否决 我心里无奈地希望 有一个允许子女 脱离他们父母的法律 我对生活的愤怒和质疑 在我十五岁那年生日 唐姨父送我的四本 十九世纪俄国作家瓶装书中 找到了方向 尤其是 《托斯托耶夫斯基》的 《罪与罚》改变了我 《托斯托耶夫斯基》 让我明白了 编出来的故事 不只是工人娱乐消遣 它们可以让人反攻自省 毛色顿开 能灼伤你 冻僵你 扒光你 把你扔到宇宙的狂风骤雨中 从那天开始 我终于知道 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就是写小说 成为作家 我发誓 要坚守自己的信念和决定 直到生命的尽头 在此后的岁月里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自己的决定 在我初中毕业那年 当母亲征求我的意见 说他决定和父亲离婚 问我是否同意时 我支持了母亲的这一决定 出乎我意外的是 父亲非常抗拒离婚 他以不分割财产 和支付赡养费 给母亲和我的方式 来拒绝离婚 而母亲竟然不顾经济损失 宁愿净身出户 也要同父亲离婚 父亲在离婚时 对母亲的刻薄 让我与他反目 同时 我在心里暗下决心 此后我的人生 不会再接受父亲半毛钱 不要他的零花钱 衣服 大学学费 哪怕是一本书都没有出版 沦为酒鬼 也不会要父亲的钱 等他去世后 我会把电器商店全部关闭 然后把继承他的八千万遗产 平分给那些在平民区 街边的流浪汉们 我和父亲的战争 就这样一直延续到1968年 他意外去世 概括成一句简单易懂的话就是 我在等他联系我 他在等我联系他 但在我们两个 都愿意让步之前 时间用光了 我从继母口中得知 父亲是个怪人 他虽然让我受了一些苦 但是他一直站在我身边 他知道 我对担任七家电器连锁店的 联合所有人没有兴趣 给我留下了十万美金的巨款 父亲 我奇怪的 已经不在人世的父亲 你的儿子自由了 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因为有你留给我的十万美元 我可以安心写小说 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父亲去世后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的愤怒渐渐开始消散 曾经乘着怒气的地方 渐渐填满了悲伤 困惑和懊悔 带着父亲留给我的钱 我坐着大巴 离开了纽约 计划在蒙特利尔 待一个星期 再坐飞机 去欧洲巴黎 我在第五区 迪卡尔街 租了一套两市的公寓 在未来的五年半 我将雷打不动地 开始写我的四个福格森的故事 福格森四号的人生故事 到此结束 我们将一起回顾全书的内容 如果人生可以到待 那么你希望 拥有怎样的一种人生 我们所了解的世界 其实只是世界的一部分 真正的世界 还包括那些本可能发生 却未曾发生的一切 我们了解了 四三二一中的主人公 男孩福格森 四个不同版本的人生故事 奥斯特把对人生选择中 这样或者那样 就会有这种 或者那种不同结果的 哲学命题 推演到了极致 为什么推演为 四个版本的福格森 而不是九个 或者六个七个呢 这是因为 奥斯特在创作的开始 并不确定 自己要写几个男孩 刚开始的想法 是九个 后来将数字削减到七个 然后是五个 最后意识到 四是最合适的数字 它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四个福格森 最大的不同 在于他们父母的婚姻状况 父亲财政状况的好坏 这是影响一个男孩 将来会怎么发展 最重要的因素 父亲对儿子成长的影响 远比母亲大得多 在现实生活中 童年时期的奥斯特 父亲像个隐形人一样 为了赚更多的钱 总是早出晚归 认为奥斯特的 想如飞飞的作家梦想 是不切实际的 奥斯特的父亲 在66岁的时候去世 奥斯特在66岁时候 开始创作《四三二一》 总共花了三年半的时间 《四三二一》 是奥斯特40年创作生涯中 一次新形式的探索 同他过去作品相比 更加宏伟 这部超长的小说 挑战读者的好奇心与耐心 在奥斯特的作品中 总能让读者重新思考自身 和自身之外的更多可能性 我们能够从他的文字中 感受到一种叙述的快感与激情 好像一个焕发生机的泉眼 带着音乐节奏 喷涌人生之泉 《四三二一》中 福格森将自己幻化为四个 就像是属性相同的 一部交响乐的四个声部 在偶然吸引和某个关键的转折期 而演绎在不同的轨迹之中 在《四个福格森》故事的推进中 奥斯特对家庭的不同组合 爱和欲望的不同形式 人生转折点的不同选择 演绎出不同的人生 很难说 哪一个好或者不好 现实的世界中 你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意味着对其他生活方式的放弃 评论界普遍认为 奥斯特的写作 离不开自己 认为《四三二一》 是自传体的小说 奥斯特在腾讯文化 对他的特约专访中回应说 这些福格森们和我本人在许多方面都很相似 但这并不是一本自传小说 我只是将自己的成长年代与地点用了进去 因为那是我熟悉的时间与地点 但我并不是其中任何一个男孩 他们与我有一些相似的特征 一些相似的对事物的看法 但是他们的故事并不是我的故事 奥斯特认为 小说是小说 所有作家在写作时 都会用到他或他生活中的一些层面 这是不可避免的 一旦写进小说 就是虚构 就《4321》这本书而言 唯一真实发生的 就是书中所讲的历史事件 比如 哥伦比亚学生运动 肯尼迪遇刺事件 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为时代背景 纽约作为美国政治和文化激荡变革的中心 美国社会历史的大事件 与福格森的成长经历并行 《4321》中一再出现的主题 是偶然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思考与探索 奥斯特回应 这源于14岁的时候 发生在他身上真实的故事 14岁的那年夏天 奥斯特参加纽约州的夏令营 那天 奥斯特和20多个男孩一起在森林里穿行 遭遇了非常恶劣的暴风雨天气 当时他们非常的害怕 天也全黑下来 有一个男孩明智地说 我们应该走到空地里去 我们应该离开这些树那样安全一些 于是他们找到一块空地 抵达空地前要从一面 带道次的铁丝网底下钻过去 他们排成一排 在奥斯特前面的男孩 在他爬到一半的时候 一束闪电击中了铁丝网 当场就毙命了 奥斯特当时还不知道他已经死了 把他拖到草地抢救了一个小时 后来奥斯特才知道 在他抢救前 男孩就已经死掉了 回忆起这段经历 奥斯特说 这是我生命中最可怕的一次经历 他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彻底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 我认为 我所有的写作 都出自于这个重大 意外的经历 这让奥斯特意识到 在任何时刻 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没什么事是确定的 行走的土地都是非常不稳定的 人生漂浮在偶然性之中 那些微小 看似无关痛痒的事情 在某个契机触发之下 就可能改变人的命运 正是因为生命中的偶然 不确定性 让奥斯特决定写这本书 如苏世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 因似飞红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纸爪 红飞纳妇寄东西 在四三二一的解读中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书中的故事 我将每章中的福格森 拆开 并不是按照顺序来进行共读 但是本书作者奥斯特认为 按照书中原本的顺序去读 才能够更充分地体验 这本书螺旋式的结构 在不停地旋转 在这本书中 奥斯特用了非常多的长句子 想通过这种不断延伸长句 创造一种旋转之舞 让整本书呈现一种舞蹈的感觉 一种叙事之舞 不断盘旋和上升 以一种巨大的力量 来推动读者阅读下去 阅读一本八百多页的长篇 如果没有一定的耐心 是很难阅读下去的 在奥斯特看来 四三二一像很长的一段音乐 如果不按照恰当的顺序来读 就无法听到这种音乐 奥斯特运用了四重的镜头 创造了另一种观看的方式 在时间中回旋折叠 四个富哥森始终生活在同样的历史进程中 同样喜欢棒球运动 喜欢阅读 最终成为不同类型的写作者 四个性格不同的富哥森 都走上写作这条道路的原因 奥斯特认为是因为 他们都具备运动的天赋 都很灵活 热爱运动 都很喜欢音乐 有着灵敏的耳朵 不论成为记者 批评家 小说家 诗人和译者 这些职业都和耳朵有关 这种对语言敏感的耳朵 是他们共同具备的生理条件 奥斯特说 我觉得小说就是一条路 你跟着这条路走下去就行了 然后取决于读者想得多深 取决于他们对思考 什么样的问题感兴趣 他们可以自己去思考 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 这本书里 就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对于好的小说标准 在奥斯特看来 好的小说和好的艺术 是没有标准的 19世纪早期 著名的西班牙画家戈亚说 艺术没有规则 同样 小说也是没有规则的 如果为好的小说限定规则 就剥夺了自己阅读和欣赏 不同类型小说的乐趣 类似的 音乐也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你只听一种类型的音乐吗 这不太可能 我对所有的音乐类型都感兴趣 正如我喜欢查尔斯迪更斯 但我也喜欢弗朗茨卡夫卡 和卡米尔·贝克特 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关联 但他们让我们了解了 看待世界 语言 文化和生活的不同方式 《4321》中 弗格森认为 好的小说故事 能够给人带来 对大千世界 和人生际遇 及意义的种种思考 帮助人走出人生的困境 时间移动的方向有两个 因为迈向未来的每一步 都携带着过去的一份记忆 每个人所感知的身边的世界 都不断被自己内心的世界 所塑造 尽管所有人都生活在 相对而言的同一时空内 但在时间中的旅程 却是各不相同的 因此 造就了每个生活 在同一世界人的不同结局 奥斯特用文学的表述方式 用同一个人的不同视角 来观察周围的世界 在平行的时空下 同样的起点 不同选择 走出不同人生 《4321》是虚构的故事 但反观现实生活 带给人们更多 对世界的认知 和关于人生选择的思考 世界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 现实生活中 我们的人生 只会有一条轨迹 一旦选择一种可能 就要放弃其他的可能 喜欢这本书的话 就在留言区 与大家分享 你今天的听读感悟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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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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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